大家好我是李云飞 社会的经济发展到底是穷人在养活富人 还是富人在养活穷人呢 那这个问题也一直是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话题 那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观点 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 靠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资本家也就富裕起来了 那不过啊也有很多的老板认为 如果没有我们提供工作岗位 那么将会有大量的工人事业 那没有我们提供的晋升的机会呢 那很多人也成不了中产阶级 你不要说是成为穷人了 你连饭都会吃不上 那到底是穷人讲的有道理 还是富人讲的有道理呢 我们一起接着往下看 说穷人养活富人 都觉得我们辛辛苦苦一个月 赚的那点血汗钱啊 而你们这些大老板整天坐在办公室里面 喝喝茶每个月都能赚的盆满钵满 那难道不是我们穷人 在给你们富人创造价值吗 你们就像是周八皮一样 压榨廉价的劳动力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 为什么老板挣的多 而员工挣的少呢 那是因为大家的平台不一样 那富人在搭平台 而穷人呢 只能算是平台上的一员 那哪个更赚钱 当然是搭平台的人更赚钱 但是有个现实的问题 那就是搭平台的人会有风险 那万一平台倒了 老板只能选择跳楼 而员工最多也只会选择跳槽 所以呢高收入自然就会有高风险 老板承受的压力和市场的风险要比员工要大很多 那当年华为刚刚开创之初 那正好啊 接了一个项目 那没想到这个项目啊 超过了预算 此时银行的贷款有没有下来 那眼看着企业马上就要面临资金断裂 任正非啊 跟他的同事说 华为倒了 你们最多啊 再去找一份工作 而我呢 就要去跳楼了 所以赚钱的多少和责任的大小是成比例的 其次呢 我们也要反向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难道我们不都是从打工中才找到人身的定位吗 才学到自身的一技之长吗 那有多少老板都是从打工开始的 那这样说来 老板是既发了工资还教会了我们的技能 那最后还变成了他的竞争对手 那还抢了他的生意 刘更生1983年就进入了乳业工厂 那当初从基层干起 一直做到了伊利集团的副总裁 那后面辞职创立了蒙牛乳业 那最后蒙牛却成为了伊利最强劲的对手 那如果没有当初的伊利 相信就不会有现在的刘更生了 所以啊 从这个角度来说 穷人是在养活富人 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 富人养活穷人这个话题 那富人说 如果没有我们给你们提供工作岗位 你连喝水都喝不上 我们交的税最多 我们创造的社会价值最大 我们又创造了大量的就业的岗位 那难道不是我们在养活你们这些穷人吗 那这句话说的呢 挺在理的 但是你却忘记了是谁在养活你的公司 任何时候都是二八定律 那富人只占到人群的一小部分而已 那么问题来了 你公司生产出来的那么多产品靠富人能消费完吗 那还不是剩下的80%的穷人在帮你消费 那大把的穷人把钱送给你了 然后呢你再拿出一点点的工资给穷人 自己去大赚特赚 从这点来讲呢 穷人养活富人更合理一点 那社会经济的发展 穷人和富人就像是鱼和水的关系一样 谁都离不开谁 那没有穷人哪来的富人呢 没有富人又哪来的穷人呢 只是大家的分工不同 社会的角色不同 创造的价值也不同而已 所以啊 穷人和富人不是谁来养谁的问题 是谁都离不开谁的问题 那大家在携手共进 共同创造社会价值 但是穷富也是会循环的 那有多少富人就是因为投资失策 而变成穷人 而又有多少穷人通过自身的努力 而走上致富之道的 所以呢 我们与其欺贫陷富在追求到底谁养谁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妨静下心来 一步一个脚印走好当下的路 那相信啊 我们的日子总会越过越好 好了 那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